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 习近平治理中国 把自己当成了皇帝 深具简厨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是 习近平怕死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认为他不是又犯了 他一直就是在犯这个毛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封建的帝王 那么习近平已经有据统计 有一年七个月 又二十天 没有出国门了 彭博社报道说 这创下了二十国 集团领袖最长纪录了 当然了 人其他那些集团国的国家 没给自己当成领袖 当成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在说我是领袖 我是皇帝 皇帝哪能出门都屈准 是不是 皇帝要接受万国来朝 你来接我 所以习近平不出国门 他说对于改善 中共与西方国家关系构成障碍 的确是这样 因为现在都是四平连线了 也比较方便 足不出户 你就可以参加会议 你比如说习近平 我就最近参加了很多会议 我们知道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 习近平一会参加这个会议 一会参加那个会议 这个里边有个统计 说是习近平在这个八次用电话交谈 六次自信自电 这个等等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在北京也是很忙活 认为自己也是和全世界各个政要不断的沟通 但是他不愿意离开中国国内 那么原因是什么 很多的专家都在解读 那么这篇文章谈到了习近平上一次 就是这个到缅甸的情况 说时间是2020年1月18号 回国以后 五天武汉就封城了 可能这个事给习近平也很大的警示 也就往外走 似乎不太吉利 一离开就出事了 那么此后习近平就参加了几次场 十几场国际会议 都是透过视讯方式参加 包括刚刚闭幕的金钻五国峰会 还和全球这些领袖通了60多次电话 包括对俄罗斯普京 德国沃克尔 法国马克龙 最新的一通电话是拜登打过来的 习近平是高兴坏了 习近平最盼的电话就是这样 这是七个月来两人的首次通话 不论这些通话有多少次 多么热闹 不要忘了人不亲自见面 交谈两回事 首先你视频连线方便 但是不安全 怕别人监听 现在全世界各国家监听电话 设备都很现金 我估计各个情报部门都在互相监听 所以搞这个视频连线 肯定是不会讲实话 有很多小话都等见面讲 对不对 所以这就影响了习近平代表中国 和其他的国家的联系 习近平恰恰又是一个什么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 别人不敢越雷石半步 包括李克强 李克强好长时间也没出来了 李克强不出来是习近平怕他跑了 是吧 习近平不出去是因为自己是帝王怕家里政变 我认为这个原因都很多 这篇文章谈了一些情况 但是我认为谈得不够完整 那么现在的最关键的问题 值得期待的 就是关于下一次10月份就马上到了 就下个月底 在罗马举办的G团腿 G20峰会 这个会议可能存在一个机会 也就是习近平和拜登见面 我个人认为 如果拜登他们提前联系好了 拜登确实能见他 算是能有所改善 往前推进推进 谈判 或许习近平会改变这个传统办法 出去走一圈 但走一圈 也得看国内的形势了 因为二十大之前 这个是个大事 19届六中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两派斗得非常的激烈 为什么这个军头忽然间 两个月内换这么多 那就因为形势不稳的 有很多人倒向李克强了 倒向胡温江珠等等 习近平怕出事 一旦出了事 比什么都大了 在他脑子里 现在是保住国内的权力 而不是在全世界 具体见面沟通 何况他把自己当成皇帝 不在乎 反正我有核武器 靠这些战狼的外交部 去整一整就行了 能整到什么程度 整到什么程度 习近平不怕 习近平对性格 就是有点蛮狠 霸道 什么事都蛮不在乎 这个是对中国来讲 是非常的危险的 那么在贸易 你想人权高科技 等各个领域 和所有的国家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 自由社会的国家 自由价值观的国家 都发生了分歧 分歧一线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形势 不仅和美国和欧洲也完了 你看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这个去年12月底 习近平和欧盟领袖通过视频峰会 终于把这个 谈了七年毫无结果的 中欧投资协议定了下来 结果今年3月份 因为在新疆践踏人权 被美国定为反人类罪 种族也决罪 结果这个协议也终止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今年3月份 欧盟因中国新疆问题 制裁几名地方官员 北京发起强烈的反制 结果导致欧洲议会批准 没有核准中共投资协定 你看习近平希望拉拢欧盟 分化欧美的战略 又泡了汤了 现在立陶宛 倒向了台湾了 你想这个是以习列的内外交困难 可以这样讲 基本上没有朋友 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冷然是要面 死要面的活手罪 你看这次 大家都知道 美国派拜登派气候特使 克里访华 到天津见谢尔曼 谢尔曼到天津 见中共外交部的高管 结果谈也没怎么谈聋 习近平也没见 也没打理 只是韩正副总理通过视频 王毅通过视频 和谢尔曼敷衍 你可见习近平真给自己当成了皇帝了 是不是 我非常傲慢 我是大国之军 你愿意来就来 不愿意来就给我滚 是吧 这个搞不好 总理这个关系 你想人家7月份 美国是2号 国务院的2号人物 克里 这不是谢尔曼 这不是一般的人物 就拿克里来讲 他也是代表 总统拜登 4月份来中国 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事确实是充分说明了 就习近平治理这个国家 就胡整 我认为 就是自以为是 刚愎自用 浩大喜功 你想以前对的国内事物 就是因为满不在乎 这个新冠治理这个问题上 压制不同的意见 和真实的信息 结果导致了全球蔓延 这个武汉死了很多人 数字到现在都成名呀 在国际舞台上 也是招致了 N个国家的威衰堵戒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不思改悔 还要硬撑着 就是呈现这种 强硬的装出一个 叫大国的君王 我认为这个 太可笑了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哪能容得一个君王了 对不对 中国已经在 新爱革命终结了帝制了 想着只能走向民主 说西平这套东西 完全是一种 这个倒退呀 现在不论这个 多么的深具浅出 多么的这个贪恋权利 我相信终于有一天 就会垮台 你看原先 这个斯大林的结局 是吧 斯大林最后死掉的时候 倒在地下 他这个下边的人呢 都从窗上 窗缝里 玻璃上看了 谁都不进去不救他 不敢去进他 救他 一旦有的时候 他喝完酒 再床上睡一会儿 鼓掠到地去 你不敢进 进这个危险 是不是啊 直到最后 直到死了以后 你看马上 前苏联的形势就变化了 对不对 那被利亚 马上就抓起来 是不是啊 就枪毙了 然后就开始 清算西大林 斯大林最新 和了晓夫 就做秘密报告 说这在几天 是苏共二十大呀 这是一个演变 像习近平 他不懂历史 因为他对这些东西 他不懂 他那个思维 梁家河思维 他没读什么 多少书 他可能对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就是 极足的宣传 这些东西 真正的 这些细节 这些权斗 他并不知道 别人也不敢 和他讲 是不是啊 所以我认为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皇帝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那么各位网友 这个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再见